中国人的外表是儒家 但内心永远是庄子 文一多说 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上 永远留着一个人的烙印 这个人就是庄子 人们喜欢称孔子为圣人 称庄子为神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或许看完这期视频 你的心中便有了答案 其物论是庄子的第二片 其物的意思就是万物相同 意思是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相同的 没有什么差别 也没有是非 没仇 善恶 贵贱之分 庄子认为万物都是浑然一体的 并且在不断向其对立面转化 因而没有区别 其物论包含其物和其论两种观点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 包括人的品行和感情 看起来天差地别 归根结底却又是其一的 这就是其物 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共同 看起来天差地别 但世间万物既然都是其一 言论思想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其一的 没有所谓的是非和不同 这就是其论 首先我们从庄子整个人来分析 他是如何做到其物与其论统一的 中国的文人解历来派遍林立 战国便有 道 末 法百家争名 孔孟老庄 末子 韩废 都是各派中的巨拨 而这其中 庄子貌似最为无用 他虽然贵为贵族后裔 却生来贫困一生困恶 虽也再朝为例 却不过一件小小的七原理 而且这小小七原理也未能长久做下去 以至一度沦落在贫民窟中编织草鞋为生 曾还应断吹 想监合后借米卫国 借不到米庄子便钓起了鱼 同样是高人 人家江泰公钓鱼钓的是周文王 可庄子钓鱼 居然真的是在钓鱼 因为他可是真饿到了前胸贴肚皮 这时恰好处为王外使者 带着重金聘请他为宰相 可是庄子拿着鱼干 头也不回地说千金高昂像位尊贵 但你们看到祭祀的牛眉 人们给他披上锦绣 系上彩蛋 何等荣耀 可那是祭祀的人要把他拉去宰了 那千金让我去当宰相 跟这牛有什么区别 在庄子眼里 他宁可做一条泥球 自由自在地在污泥中摇曳 也不愿去做一头皮井挂踩的牛去牺牲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在庄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 所谓的奇异就是 万事万物从生命的价值上没有区别 都有价值 或者都没有价值 因为生命是用来体验的 不是用来明码标价进行物化的 几千年来 我们一直在比较 道家和卢家那一派的思想更好 谁的成就最大等等 庄子在奇异轮中 讲过一句很令人费解的话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泰山为小 莫寿于商子 而彭祖而妖 意思是说天下最大的是秋毫之末 而泰山却很小 最长寿的是 还没出生就死去的婴儿 而活了几千年的彭祖 却是短命的 其实我们理解不了这句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视野没有打开 总是站在人的角度上 以固定的立场看问题 然而当你站在道的立场上 站在庄子奇异的大视野上 去看待这些问题时 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庄子似乎从来不屑拿自己与动物相比 如果说别的文人将自己比作咸鱼饮鹤 那么庄子确实真诚地将自己当作 云云众生中的任何一株草 一条鱼 一块石头 这株草不必是承受造物恩泽的讲述仙草 而是田间地头最不起眼的狗尾巴草 这条鱼不必是胡摇指上九万里的困 而是与后泥沼里摇曳的龟 这块石头不必是女娲用来补天的气势 而是被孩童拿来嬉戏的小狮子 她可以将自己比作任何别人看不上的意象 这不是妄自菲薄 而是她将自己的生命和万事万物的生命 真正做到了平等对待 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局观 庄子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平等的生态重力 人与万物就应该平等共生 人类只有尊重动物的生存权利 动物才不会伤人 在庄子眼里 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多样性的生态世界 她笔下的动植物让人目不下街 达到用不是途牛掉上来的海大鱼 小到不知会说的昭君 不知春秋的会故 既有海中的灵归 也有空中的怪鸟 还有上部的大春 山中的散幕 以及还会入梦的立射树 据刘成纪先生研究 庄子艺术中所设计的飞鸟有22 水中生物15种 路上生物32种 鸟类18种 植物37种 无生命物种32种 庄子早已意识到 多姿多彩生命状态 才是宇宙万物的原生状态 而人不能将自己的标准 强加给它物 每一种生物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 在人与万物的观计上 其实人都有着自己的责任 人与自然 人与万物 自然与万物 无非就是道渔场的关系 为什么说庄子的奇物论 什么都讲了又什么都没说 万物皆为相对辩证 是在于角度不同而已 天下可以只局限于秋毫之大 泰山也要看起来很小的时候 早腰的人可以视为长寿 而彭祖却可以说成短命 一切都是参照而言的 人一定要学会摆脱自我的局限 从而站在一个 更加宏大的视角上去看问题 这样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才会更加完整 你才能往更高的境界 与维度去攀升 从道的角度上看 无论穷富贵贱 美丑高低 还是闲于不孝 善恶好坏 万事万物皆是平等 正所谓天地不仁 以万物而出狗 庄子的奇物论思想 就像是一个站在顶楼 看到了高处风景的人 再和我们这些在一楼洋洋得意 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人 讲顶楼的风景有多美好 但是我们很多人 因为固化认知 以及立场偏见太多 不但不相信他所讲的话 反而还会认为他在讲胡话 然而庄子也不屑于和我们解释 他只是以一种 智者的慈悲与关怀 把他所看到 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至于我们相不相信 听与不听 他根本就不在意 因为即使人人都想成为昆鹏 但并不是每个人最终都能达到那个境界 从道的角度看 那些条语学就在树干的枝枝叉叉之间飞来飞去 也是一种快乐 只是聆听圣贤之言 学习圣贤的智慧 并不是让你立马就能变成他 达到他的高度 他的意义在于 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诲与启迪 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种高度 庄子给我们指明了一种方向 一种超越自身的局限与狭隘 继而绽放自己的可能 而其物论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与希望 庄子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自由 其物论的精妙之处 并不在于庄子的语言有多精妙绝伦 而是在于他的思想那么不拘音 那么超凡却又不脱俗 所谓妙不可言即是如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